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和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内在感官才能夠真的帶你認識宇宙 各位 不是往遠近 好 我再解個例子來講 科學說宇宙在膨脹嗎 各位 宇宙在膨脹 赛斯說 就像你一個想法 會擴大 譬如說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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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什麼 你啊 我突然忘記你的名字 慧雅 居然慧雅 突然你的念頭想去紐約 參訪藝術品 請問這個想法會不會開始 紐約 那我要去紐約哪裡 我要怎麼去 我要待幾天 我要參觀哪些國務館 我要去見哪些人 來 各位 一個想法會不會 擴展 所以宇宙是什麼擴展的 跟一個概念的 擴展一樣 來 夢想會不會擴展 會啊 會啊 當你有一個想法 各位 比如說你有一個結婚的想法 來 這個想法會衍生很多想法 那什麼時候結婚 跟誰結婚 要不要拍婚紗 要不要買房子 要不要懷孕 要不要見雙方的家長 各位有沒有 來 它會演奔出很多想法 那就是宇宙擴展 所以宇宙是一個意念的 什麼 擴展 宇宙是一個什麼 意念啦 來 各位你們的人生是一個什麼 來 大聲說是一個什麼 意念 你是不是會坐在這裡 不是因為一個意念嗎 來 你等一下要回家是一個意念 那萬一等一下不回家呢 也是什麼 意念啦 像我等一下又不回家 我等一下去屏東 因為那屏東有課 各位這是什麼 意念 是啊 所以一個行動是不是一個意念 一個意念是不是一個行動 欸 有時候我這邊很好笑喔 有時候我去 別坐高鐵 欸 我等一下去高鐵 因為是往南嘛 那我可不可以走到往北的月台 然後坐一輛高鐵回台北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假如明天屏東找不到人而已啊 男生是一個什麼 意念啊 任何的行動來是什麼 意念 任何的意念是什麼 行動 是啊 各位 所以你要改變你的意念 改變你的人生啊 來